大家好,我是洛基 你已经见过我的朋友查理和奥斯卡了吧 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先看看查理的故事 天哪,看看他经历过什么遭遇吧 其实,我们都发生过这样的事 身为一只街上的流浪狗,就是这样的情况 总之呢,我,查理和奥斯卡成了好朋友 其实,查理现在已经不和我们一起住 因为他很幸运地碰到了新主人 但就如刚刚说的,因为我们是朋友 所以,我跟奥斯卡替我们的朋友感到很开心 我们很希望,比起他之前提过的主人珍妮 这个新主人能更好好的善待他 说到世界上像珍妮一样的人呢 我刚好也认识一些,而且对他们太了解了 当我第一次在那条小巷子遇见查理时 就跟他说过我第一任主人的事情 他们是一对年轻夫妻 把当时还是小狗的我从宠物店买回去 刚开始的一年什么都很好 他们常陪我玩,还给我好多零食和玩具 但情况很快大不如前 我的主人沙拉和丹不再那么注意我了 他们总是在讲电话 而且常常看起来心事重重 压力很大的样子 我当时还小,所以记不太清楚了 但我永远忘不了 他们把那些箱子装进大卡车 然后就直接开走的那一天 我在门廊不知道坐了多久等他们回来 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婆婆碰巧经过 她注意到我并说 嘿,小家伙,你怎么自己坐在那里呢? 你的主人把你锁在门外吗? 她从窗户往屋内看了一下 然后低头看着我说 真是可怜啊 他们把你丢下了对不对 我很疑惑地抬头看着她 然后她摸摸我的下巴 并说 没关系 你可以过来和爱临婆婆一起住 如何? 来吧 我会帮你准备好吃的东西哦 刚开始我不确定该不该离开 我不想让沙拉和丹回来的时候担心我 但是我也好饿 所以我就跟着这位好心的女士走了 而我真的很庆幸我这么做了 和她在一起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我们总是形影不离 每天早上我都会叫她起床 当她在听电视上的人们谈论太阳风和雨的时候 我们就在舒适的小厨房吃早餐 然后她会帮我系上牵绳 一起上街去散散步 每次我们都会经过以前住的房子 而我再也没有看到过沙拉和丹出现过 另一家人在我们离开后不久就搬进去 我那时已经明白 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 但是我一点也不介意跟艾琳婆婆一起生活 如果天气很好 她会带我去狗狗公园 解开铅绳 让我跑来跑去 我可以在那里花好几个小时和其他狗狗一起玩哦 还可以闻闻树啦和戴希打情骂俏一下呢 她真好闻 到了晚上我们会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被你最喜欢的人摸摸背和骚肚肚的啦 记得有一天 那时的叶子已经转红 天空灰蒙蒙的 我起床后就像每天早上那样用鼻尖碰碰爱琳婆婆 快起来 该吃早餐了 电视上的人要开始谈论雨跟云了 只是这一次她并没有醒来 我等了又等 接着叫了起来 希望她睁开眼睛 然后我们就可以像往常一样到厨房去 我们的邻居克里斯一定是听见了我的叫声 因为她不久后就走进来 爱琳给过她一把备用钥匙以防紧急情况 而今天就是那个紧急情况 有人从一辆大大的白色货车下来 把我心爱的爱琳带走了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能感觉得到 隔天克里斯过来喂我 并带我去散步 几天后 爱琳的女儿凯伦 及她的丈夫珊姆也来了 他们一直都不是很喜欢我 总是用脏狗和笨狗这样商人的名字叫我 所以我都和他们保持距离 他们经常过来 有时也会和陌生人一起 他们都会到房子里的每间房间看一看 后来有一天 他们两个过来时 凯伦却对我还蛮好的 他说 来吧孩子 想去狗狗公园吗 我还是很想念爱琳 但也想出门 也许在公园可以看到朋友们呢 一到那里 凯伦就帮我解开继承 让我到处闻闻 但是没过多久 我就没有心思继续下去了 所以便回去找她 不过她已经离开了 我一直都知道凯伦不喜欢我 但是她真的丢下我了吗 好吧 没关系 既然回去也看不到爱琳 我就开始自己的旅程吧 不久之后 我就遇到了奥斯卡 我们一拍集合 会去餐厅后面 集不同的小巷子里寻找食物 而我们就是在一个 常常会去的地方 遇到查理的 他才刚被抛击不久 所以我和奥斯卡 交了他几招 我们三个 就成了一个团队 就如查理告诉你的 我们会寻找食物 避开坏心的人 并在寒冷的夜晚 互相依微取暖 而当查理找到爱丽森之后 又只剩我和奥斯卡了 我们喜欢那些 坐在公园里的年轻夫妻 你只要歪歪头 他们就会说 好可爱哦 然后去买零食给你 或把他们自己的零食分给你 不过也有很坏心的人 但也许他们只是害怕 担心我们是有危险的 或生命的流浪狗吧 他们会出声则骂 而且不让他们的人类宝宝碰到我们 没关系 我可以理解 我猜不是所有人类 都像爱琳和爱丽森一样 我们遇到人类时 多半都得赶快跑走或躲起来 而这就是两周前 当我和奥斯卡 听到有人进到这条小巷子时 所采取的行动 我们无处可跑 所以试着藏到纸箱下面 当被他们找到时 我好害怕 而被他们关进货车时 我简直快吓死了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我们完蛋了 但原来他们是好人 他们在街上寻找像我们一样 被家人抛弃的狗狗 把我们带到一个收容所 给我们食物 还教我们一些很酷的技巧 我很快就明白 这些训练是为了要让我们成为治疗犬 你知道 有些人类需要特殊的协助 像是从不幸或创伤中恢复 或只是因为难过 孤独或紧张等等 都需要一只好狗狗 来协助他们应对这些情况 但不是每只狗狗 都能通过训练来为人类服务的 必须要有合适的个性才行 我想收容所的人也注意到 我和奥斯卡曾经举人类一起生活过 而且友善又冷静 所以选中了我们吧 训练并不轻松 在成为治疗犬之前 要学会好多东西 我想我们的第一个任务 是帮助老年人吧 因为几天前来了一位访客 是一个和蔼的老奶奶 就像爱琳婆婆一样 她跟我们共度了一段时光 甚至还带了点心来给我们呢 我知道也许不会再看到她了 但我很高兴能够帮助像她一样的人 没错 人类可以很残酷 我太清楚了 但他们也可以很和蔼可亲 不管我曾经历过什么事 依然深进不移 你会收养流浪狗吗 请在留言区中告诉我吧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东西 那请给这个影片按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但是 嘿 先别急着离开 我们还有超过2000个有趣的影片 供你观赏呢 只要选择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点击之后 就可以尽情享受了 继续留在亮生活频道吧